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适合她发展 但是 杨子并没有听从宋丹丹的话 好在她的坚持 在她考上北电的第一时间 就是打电话给宋丹丹 这一次 宋丹丹没有说她 而是给了杨子祝福 当时不想让杨子进入这个圈子 其实大家也应该知道 毕竟小时候的杨子确实是不适合在娱乐圈混 但是没想到 如今的她长得真的很好看 宋丹丹虽然嘴上说得不好听 但是 实打实的 应该说是杨子这一路上的贵人 当时在拍摄家有儿女的时候 杨子的演技可以说是十分的青涩 有时候 在片场演不到位的时候 还会着急的在片场大哭 宋丹丹也是一边教给杨子怎么演戏 也一边暖心安慰鼓励着她 有一次剧组探班 被宋丹丹拉到了小屋 说起了悄悄话 可以说是把杨子给吓坏了 杨子怕宋丹丹说 让把自己换掉 毕竟曾经宋丹丹说过 杨子长得不够漂亮 不适合在这个行业里面混 杨子也是生怕自己被剧组所除名 边战战兢兢的趴在门口 偷听他们的谈话 最后制片人走后 杨子才长输了一口气 毕竟当年在选择下雪这个角色的时候 杨子可以说是误打误撞才被选上的 当时 杨伟光找到宋丹丹 说让宋丹丹出演家有儿女 但是当时宋丹丹本想是拒绝的 虽然那时候自己很火 但是自己基本上并没有涉及过影视领域 杨子能够成为主演也是一个意外 本来杨子是为流星客串一下他的同学 没想到 去了之后 导演一眼看中 便让他演起了下雪的角色